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9月30日 我以前已经做过几期的节目 嘲笑董雨辉,是一个半轮盲 今天我看了他带货卖什么东西的一个视频片段 觉得有必要再做一期的节目来揭露一下他 我不知道他当时是在带货卖什么 因为那段视频只是结了 他发的一番感慨 他说我们小时候吃的酸菜用的是粗粒盐 那个是亚硝酸 没人告诉你,你不知道 也吃了这么多年,也没事 还有小时候吃的油条 喂的好吃 往里面加了冰粉 不告诉你,你也不知道 也吃了这么多年 我们小时候吃的东西 现在看那个配料表 有几样能吃啊 董雨辉 把粗粒盐 当成了亚硝酸 这个就显得很无知 那种粗粒盐 就是没有存活过的食盐 也就是绿化钠 可不是亚硝酸 那为什么他会把粗粒盐 当成了亚硝酸 我想有两方面的原因 导致了这种认识的错误 一方面的原因 是他听说了 亚硝酸 也被叫做工业盐 就以为可以代替食盐来用 在现实中 的确有一些人 误把所谓的工业盐 亚硝酸 当成了食盐来用 结果就导致了 急性的食物中毒 甚至有因此死亡的 因为亚硝酸 是有毒性的 这个毒性比食盐要大得多 在独立学上 要知道某一种东西 它的毒性是大是小 用了一个概念 叫做半字死量 也就是说 会让一半的老鼠死亡的 那个用量 食盐的半字死量 是每千克体重 3600毫克 而亚硝酸那的半字死量 是每千克体重 180毫克 也就是说 亚硝酸那的毒性 是食盐的20倍 所以把它当食盐来用的话 是有可能毒死人的 董雨辉把初一言 当成亚硝酸那的 另外一个原因 可能是因为 他听说了 酸菜里头 咸菜里头 含有亚硝酸盐 就以为呢 那个是在制作的时候 加进去的 但不是的 咸菜 酸菜里头的亚硝酸盐 是本身就有的 是蔬菜里头就有的 只不过为什么 咸菜里头的亚硝酸盐 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呢 那是因为在酸性的条件下 亚硝酸盐 可以跟氨基酸发生反应 生成了亚硝岸 这个呢 是一种 致癌物质 这就是为什么 对酸菜啊 咸菜啊 应该少吃的一个原因 因为呢 会增加了 致癌的风险 在食品加工业当中呢 有时候的确 会用亚硝酸那 来作为一种食品添加剂 加到食物里头 这个呢 主要是用在肉制品 不是呢 酸菜 香菜的加工 而是肉制品的加工 为什么肉制品的加工 要加亚硝酸那呢 其中一个原因呢 是因为加了亚硝酸那之后 这个肉的颜色 显得比较红 好看 火腿 显得红 看上去也能比较新鲜 但是呢 最主要的原因 是用它来做防腐剂 来抑制肉毒感菌的防殖 肉如果污染了 肉毒感菌 然后在保存的过程当中 肉毒感菌 大量的防殖 就会产生肉毒素 肉毒素 那可是一种极其毒的毒素 只要一点点的量 就可以把人毒死了 那比亚硝酸那的毒性 要强得多了 所以权衡利弊的结果呢 就加一点亚硝酸那 适量的加 不至于引起人的中毒 但是呢 又可以抑制肉毒感菌的防殖 避免肉毒素中毒 但是呢 我刚才说了 因为亚硝酸那 能够跟肉里的氨基酸 产生反应 生成亚硝胺 是一种致癌物质 所以呢 为了降低致癌的风险 像加工肉制品啊 还是要少吃为好 那以前 这油条里头 要加明凡 为什么会好吃 就是因为加了明凡之后 油炸了 那油条呢 更脆 但是后来为什么不加呢 因为呢 明凡的化学成分 是硫酸铝 有人 对阿兹海默患者的脑部 他死了之后 对他的大脑 做了解剖 然后发现 在这些阿兹海默患者的脑细胞里头 有铝 就怀疑呢 饮食中的铝 会复及到脑细胞 跟阿兹海默症的这个发作 它的产生会有关系 不过呢 后来也有研究认为说 可能这两者之间 并不存在因果关系 所以呢 这个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究竟 饮食当中的这个铝 对人体有没有危害 有多大的危害 会不会导致阿兹海默症 还是有争议 但不管怎样 还是有可能存在这样的风险 而铝对我们人体 又没有任何的用处 所以呢 能够避便 就尽量的少用 少吃 有一些食品添加剂 还是含油铝的 所以大家 在买 用加工食品的时候 还是要看一下 那个配料表 如果里面 写着油铝的话 还是尽量的去少吃它 那懂以后一 都不仅说是无知 更主要的是 他的这种理念 是很愚昧的 而且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小时候吃的食品 传统的食品 吃了那么多年 也没事了 不管 它是有什么样的成分 吃了 没事了 你不知道 那里面有什么东西 也无所谓了 不要被那个配料表给下注了 那这种理念是很愚昧的 为什么呢 我们吃了东西 里面有什么有害的成分 靠自己的感觉 那往往呢 是感觉不出来的 这个取决于 那里面的那个 有害成分的毒性 有多大 如果是 那种能够引起中毒的 那比如说 呀小酸啊 你把它当食言吃了 那个是会引起急性中毒的 所以有时候没事 你马上就知道了 但是呢 如果是那种 要长期的摄入 才会对身体造成危害的 那就没法靠自己的感觉 知道了 比如说 那是要消暗的致癌物啊 那是要吃 要长期的吃 很长的时间之后 得了癌症啊 你能够知道 说是因为食物当中的 要消暗引起的吗 那不知道的 还有如果说 还有如果说 民凡 的确能够导致阿兹海默症的话 那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等到你得了阿兹海默症 老年痴呆了 你能够知道 是因为食物当中的 铝造成了吗 不知道的 所以像这种慢性的毒性 是要做科学研究 才能够发现 才能够确定 要做动物的实验 要做独立的研究 要做流行病学的调查 才能够知道的 靠个人的感觉 是感觉不出来的 所以并不是说 传统的食品 你吃了很多年 觉得没事 那就等于没事了 如果相信 这种理念的话 那就要被他害了 所以这是很害人的 懂一回事 一个半文盲 以前经常闹笑话 我在节目里头 多次的揭露过 在文学方面闹笑话 在科普方面闹笑话 比如说 关于居立夫人的事迹 他频繁地闹笑话 那像这些笑话 闹了 只是让人觉得 很可笑 但是呢 但是呢 像这种伪科学 反科学的理念 如果是相信了 那就是会害人的 像他这种半文盲 变成了一个影响力很大的 大材质 那就不仅是可笑 而且呢 是可怕 影响力越大 越害人 好 今天的节目就做到这里 下次的节目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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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